香港女星李珊珊18岁时因参选1996年香港小姐夺冠,从此踏入演艺圈并演出多部经典港剧。 然而李珊珊2005年开始减少演出,又疯传罹患脑瘤,直到2019年坦诚患有恐慌症,近年复出并尝试做社交媒体YouTube节目。 没想到2023元但长文宣布停更所有社交媒体平台,身体现况再度令人担忧。 李珊珊在新的一年突然宣布停止更新所有社交媒体平台。 李珊珊发文说道,她感觉2023是极艰巨的一年,而且并非凭空想象,是从生活上的观察,以及人生阅历中得来。 因此要拥有强壮的体魄,才能在最坏的时代急流涌进。 所以,将时间、精神、体力比过往更进取的方式。 以首位投放在身体上,李珊珊有三个社交平台,分别是微博十多年,脸书五年,Instagram五年。 不少好友密友关注,今后不再更新动态,但是最新贴文仍会回复讯息,避免不必要揣测。 李珊珊也请大家重温自己的影片。 好友们,不用担心我的快则,陌生人们,继续陌生下去各不相干。 未来一年,大家平好喜乐,复长日子众林,我会更新的。 此前,李珊珊自2022年9月6日就透露身体亮红灯,她几乎半个月就要回诊一次,并时常透过社交媒体记录心情。 如今这个抒发管道也要放下了。 粉丝轮番留言为她打气,李珊珊是因参加1996年港姐比赛入圈的。 当时她不仅拿下冠军,还获得最上镜小姐。 有一小姐及才艺小姐奖,是当晚嘉丽里的最大赢家。 虽然有人觉得她嘴有点突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美人,但不起港姐冠军的头衔。 但因为她其他硬件及当晚表现都不差。 非议很快就平息了。 1997年,她参加国际华裔小姐,又获得亚军和最受传播媒介欢迎奖。 众所周知,自从李珊珊获得港姐称号后,她就直接和TVB签约了。 可以说李珊珊的美,是那种性感健康又活力自信的美。 因为她出众的外表,李珊珊在拍完电影后不久就开始扮演一些女配角,与普通艺人相比。 她的尚未速度可以说是如坐直升机一般。 对此,李珊珊也十分珍惜给她的各种机会。 粉丝们也能看到她在剧中的辛苦表现,但是她的观众关系似乎不太好。 这一定和李珊珊扮演的角色有很大关系。 就见证实录中的小唐料理而言。 作为网友眼中的第三者,她在剧中对陈慧山和林宝仪感情的不断破坏也引起了很多网友的反感。 小唐菜这个角色现在经过时光滤镜没那么让人诟病了。 当初热播时,她可是被骂得不行。 当然,这不能排除是人们过于深入地参与该剧的原因。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可以表明李珊珊的演技非常扎实。 在《绝种好男人》中,李珊珊饰演咪咪。 她是一个不安分,不甘寂寞的女人,喜欢追寻刺激。 她是男主曾摩西的前女友,因为不甘于和她过平凡的日子。 出轨了一个送外卖的邋遢男人。 两人在家欢愉的时候被曾摩西发现。 发现之后,还理直气壮地出轨,霸占了曾摩西的房子。 最后因为被骗光所有的钱,回头找曾摩西复合。 李珊珊还在《烈火雄心》里饰演藤景月。 她聪明伶俐,善解人意,非常喜欢漫画。 常常幻想自己是漫画里的女主角,她和又是青梅竹马。 两人从小感情就好,后来因为父母的原因,她跟随父母移民。 从此两人两地相隔,一直都是靠书信往来。 长大以后终于回到香港和又再续前缘。 可突然发现分离的这几年两人在一起不像之前的感觉,会有种格格不入的感觉。 在《宠物情缘》里,李珊珊饰演康晓敏。 她的性格有点男人婆,但内心有着女人般的细腻。 她喜欢自己下属。 这件事令下属很苦恼。 一是自己有女友,二是她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当下属得知自己好友喜欢康晓敏的时候,她毫不犹豫地让好友去追求上司。 后来,李珊珊又出演了。 《江湖告急致命密函齐天大圣孙悟空灵异真机档案》等片,因角色多为第三者或者苦恋者,让她的观众缘有一段时间不是很好。 也是因为拍戏,她在圈内认识了男友钱珈乐。 钱珈乐在和李珊珊相处之前有过两段感情,都无疾而终了。 所以,到李珊珊这儿,她是真心想和她结婚的。 据悉两人是拍摄《烈火雄心》李相识相爱的。 当时的李珊珊只有二十岁,但是钱珈乐当时不小了。 她很想成家,于是有点着急。 每次向李珊珊求婚的时候,她都是婉言地拒绝。 但是钱珈乐没有死心,包括李珊珊年轻爱婉,有很多绯闻,钱珈乐都不要在乎,是个痴情种,认定了她。 后来一次,钱珈乐当着公众,单膝贵的,献上一朵玫瑰花。 李珊珊虽然笑得很开心,但是依旧没有答应。 但最后李珊珊还是要把自己的不婚主义进行到底。 于是2007年两人和平分手,爱是相互奔赴的。 李珊珊的一次次犹豫,让两人的感情彻底划上休止符。 最后钱珈乐娶了汤盈盈,两人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2004年后,李珊珊慢慢淡出娱乐圈,最后李珊珊更是直接消失在公众们的面前。 港媒不断地传出她患脑癌的消息。 关于这个传言李珊珊一直没有正面回应。 2016年她卖港姐后官还被指示为了筹钱治病。 李珊珊随即晒照反击了生病传闻,并澄清拍卖后官只是为了捐钱做慈善。 2017年5月23日,李珊珊再度传出脑癌复发昏迷入院急救,导致她不得不出来发生澄清。 称自己身体健康出现了问题,但否认自己患了脑癌,而自暴患上惊恐症。 她描述病发时的状态,感觉像在宾死边缘。 据悉,患有这种疾病的患者会有一种莫名的恐慌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发生。 李珊珊说,自己出道这么多年,无论遇到什么事情,都是自己一个人扛下来的,久而久之也就生病了。 不知道是不是接受药物治疗的原因,李珊珊的身体臃肿不堪。 从那以后,她的体型很少改变。 得病后,她反而积极了很多,也会在社交网站说明自己健康情况,不断在网络上鼓励和她有相似命运的朋友,但没有出现在任何公众舞台。 通过李珊珊的社交圈不难发现,她在私底下是一个很积极乐观的女人,面对病魔并没有气馁。 李珊珊曾经拍过这么一张照片,她拿着白色纸板上面写着,准时吃药,准时复诊。 其实她就是在用这样的方式告诉自己要坚强,常年吃药,这对一个人来说是巨大的考验,不仅仅是身体上的,还有心理上的。 还好,李珊珊是幸运的,在最艰难的时候,她的好友郑秀文,甘比一直陪伴左右,2019年,神隐多年的她重新参加了慈善会,她身材变胖了不少。 她表示自己参加慈善会主要是为某慈善基金宠募经费,她在台上分享她入住公立和私人医院时的经历,以及里面的心酸。 比如有次她突然在家发病,救护车把她送到在急证室,但由于人多,左边是语言不通又妥得厉害的日本患者,右边有家属吵架,差点没了半条命的她各种煎熬,而有钱有医疗保险去私家医院,也不是万无一失,依旧人山人海。 一样因为没有位子,要坐在轮椅上打30分钟的针。 李珊珊还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其他患者,生病时最重要的是靠自己,不需要别人的同情和怜悯。 心态最重要。 她表示如身边有病患者,要好好陪伴他们,如不幸患病都要坚强面对,合理安排时间。 这之后,李珊珊露面,不是为了工作,就是为了筹集基金捐给慈善组织。 李珊珊患的主要是情绪病,但这些年她的健康情况依旧没有得到很大改善。 她社交平台也常常分享就医情况。 特别是去年9月,李珊珊就曾透露过自己身体的一些反应。 拉肚子两周,吃固体食物都成了奢望,她只要出门就会紧张腹泻。 每次都要提前三个小时做好准备,长期的心理与生理的双重折磨,让她感到深深的绝望。 这足以说明她的身体状况已经很严重了。 而在这之后,李珊珊几乎每半个月就需要复诊一次。 在李珊珊的社交平台上也是可以看到,每一次李珊珊复诊,她都是会在上面记录自己回家的心情。 现在她停止更新社交网,把重心全放在身体上。 而之所以李珊珊有这个决定,相信大家也是完全能够理解。 她更多的是想要将时间以及精力都放在自己的身体上,待到恢复正常之后,她才会重新回到大家的面前。 人们都说爱笑的女生运气都不会太差,所以镜头下的李珊珊,尽管年轻靓丽的脸庞已经随着岁月发生了改变,但是她那熟悉的微笑依然让人觉得温暖。 说到最后,我们也是非常希望李珊珊可以早日康复,期待在不久之后可以看到健康的她的回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